嗨, 皆さん, コンニッチャ, イノワイです 今天的流行语, 五个 这五个也是生活中常听到的流行语 那,我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 记得する 这个我以前稍微有介绍过 记得する,它的意思是 以读不回 然后, する 这是英文的, 通过穿过的那个意思 现在很多人就是用LINE嘛 那, 以读不回, 就 记得する 那, 看一下他的对话 A 说 彼氏に 记得する された どうしよう 被男朋友 以读不回了 该怎么办, 你就有点担心 然后, B 说 大丈夫だって, 多分忙しいだけだよ 没事啦, 应该是很忙而已啦 就是安慰他 所以, 记得する, 以读不回 这个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单字 所以一定要了解他的意思 OK, 好, 接着 第十七个 キモイ 好, 他的意思是恶心 嗯, 就是 就是 気持悪い的, 比较年轻人用的, 就是略称 嗯, 好, 那, 怎么用呢? 好, 看一下 A 说 啊, ゴキブリ 啊, ゴキブリ 啊, 残忍 然后, B 说 キモ, 就是恶心 嗯, 所以呢 那, キモイ 是比较年轻人用嘛 那, 通常讲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 i 改成出音 就是 キモ 这种用法比较多 嗯, 所以就是 キモイ 就是恶心的那个意思 OK, 好, 接着 那, 十八个 キレル キレル 好, 这个也是常用 这个是 呃, 就是 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是有一点 急怒 那一种感觉 嗯, 那, 顺便 也要学一下 脑羞成怒的日文 好, 脑羞成怒是 ギャクギレ 嗯, ギャクギレ 嗯, 所以 キレル 是就是 呃, 急怒 就是有一点 发疯的那一种 急怒 然后, 如果 脑羞成怒的话 ギャクギレ 好, 那, 看一下 例文 最近の子供は すぐキレル 最近の子供は すぐキレル 最近的小孩子 动不动 就发疯 就生气到 有一点发疯 那一种 OK, 好 那, 再看一个 マジキレソー マジキレソー 好, 他的意思是 真的快疯掉了 生气到快疯掉了 那个意思 マジ就是 真的 然后キレソー 是快要 就是 生气到疯掉 那一种 所以 就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年轻人会说 マジキレソー 就快疯掉了 嗯, 這個可以 可以听得懂就好了 嗯, 不要 念不太出来的一些名字 嗯, 那, キラキラ 就是闪亮的意思 然后 name 就是名字 嗯, 那日本人的名字 一般 很久以前的话 男生的话通常什么 一郎 太郎 嗯, 那, 女生的话 呃, 亮子 或者牙子 就是什么什么子 就是比较女生的 就是名字嘛 嗯, 但 这几年 出来的 キラキラ name 是非常特别 嗯, 像 看例文那边 星 对不起 姫 星 就是公主的意思 然后 星星嘛 然后这个两个汉字 念 Kitty Kitty 就是 猜不到嘛 就是很特别 嗯, 或者 Nana 就是 气 音 就是 音 然后这样念 Doremi Doremi 非常特别 嗯, 那 也会 也有一些小孩子的名字 Tsuki 就是月亮的月 然后 Hime 就是公主 然后这样念 Uzagi 嗯, 就是 非常独特 非常特别的名字 这很久以前 就没有这种 小孩子的名字 但 最近的年轻的 爸爸 跟妈妈 就比较 有一些人喜欢 啊, 取这种 特别的名字 那 有一些人 也有批评 这些名字 嗯, 就是 觉得太独特 也不带好 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有一些争论 嗯, 但 还是 有 这些特别的名字 嗯, OK 好, 接着 看一下 第二十个 Kurema Kurema 好, 它的意思是 呃, 就是 常常客宿的人 嗯, 就是 台湾的就是 OK 那一种意思 OK 好, 那看一下 例文 电源 A 说 啊, あのお客さん クレマーだから 気をつけて 嗯, あのお客さん クレマーだから 気をつけて 嗯, 那个客人是 就是 啊, OK 啦 所以你要 小心一点 哦 嗯, 所以 Kurema 就是 常客宿的 有一些麻烦的 客人 那一种感觉 OK 然后 B 说 了解 就是了解 嗯, OK吗 Kurema 也是会常听到 OK 所以今天学的 五个 也是就是 生活中 常听到 嗯, 所以 就是自己 不太会用 也没关系 就是知道 它的意思 就出现的时候 就是比较好理解 所以就是 要了解 它的意思 OK 好, 那最后 我跟大家 讲一件事情 大家觉得这个影片不错 那请帮我按赞 嗯, 那有什么意见 请留言给我 或者请教我 LINE好友 问我问题 好, 那对我的 就是YOTA的 线上客人 有兴趣的话 就是请看 说明栏那边 嗯, 那现在也有 有出书 那也 我都贴在 那个说明栏那边 OK 好, 那今天的课 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